今天講這個很重要啦 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 他講什麼 既然有新聞講到 歐巴桑幫人家順便廣告賣房子 他竟然學會去貼廣告 貼廣告就罰多少錢 罰10萬到30萬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條文 非經濟業 經營仲介 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 並處公司負責人 商號負責人或行為人 新台幣10萬元到30萬元以下罰款 然後如果你已經被禁止營業處分 還繼續營業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個就厲害了 而且再罰你10萬到30萬以下罰金 所以這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考到不動產營業員 或者是有考到不動產營業員 然後你沒有在經濟業工作的 所以他講什麼 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 就是管制這些仲介朋友 然後你不是仲介 你還上廣告 你要臉書 張貼 幫好朋友賣房子 正就中獎了 中獎之後呢 罰多少錢 剛剛把你哥講了 就罰10萬到30萬 這不能開玩笑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賣房子很有興趣 去報考每個縣市都有不動產營業員的課程 花個三四千塊錢去考試 四天的課程考個試 你就可以拿到不動產營業員的資格了 那就不會被罰錢啊 考到不動產營業員資格之後呢 去找一家仲介公司 不管是有潮市還是永慶還是台慶還是永逸 去弄一張名片 然後就可以正式的合法的去做仲介了 又賺得到錢又不會被罰款 你說這樣划算不划算啊 跟著發電哥了解更多的房地產相關的知識 讓你輕輕鬆鬆億萬富翁